失眠的这个医案分析 那么失眠呢 现在在我们这个临床上啊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 现在很多人啊 越来越多的人 不光是中老年人啊 而且很多年轻人又出现了失眠 其主要原因呢 大部分来说啊 都是因为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 或者是想的比较多 然后导致了这个夜不能寐 中医叫不寐 那么今天呢 这个医案呢 这个病例呢 是一个女性啊 她55岁啊 刚过更年期 来诊的时候呢 主证呢 就是失眠啊 失眠呢 它主要是一个是入睡困难啊 每天呢 床上啊 翻那个一个小时左右啊 有的时候两个小时也呢 很难入睡 然后呢 再就是啊 睡眠的比较浅啊 即使睡着了啊 也是啊 睡得很浅啊 缺少深度睡眠 再有呢 就是凌晨啊 凌晨这个两三点钟啊 总醒 那么我们说凌晨两三点钟 正好是啊 在这个我们这个十二时辰当中啊 是肝胆经运行的时候 所以呢 跟肝啊 跟肝有关 这是提示我们的啊 跟肝有关 再一个呢 因为她晚上睡不着啊 白天呢 头就昏昏沉沉的啊 没有精神 另外呢 每天早上起来啊 口干口苦 然后呢 有的时候啊 会有心慌气短啊 容易疲劳 那么查他的舌脉呢 就是舌红 胎薄黄啊 脉呢 是一个悬系的脉 那么这个舌脉 给我们提示呢 就是一派热相 那么脉悬呢 悬主肝 所以呢 从他这个整个啊 正向上来看啊 中医辩证呢 就属于这个肝于化火啊 热扰心神 看这个口干口苦 凌晨两三点醒啊 这个舌红啊 胎薄黄 脉悬系啊 这都是肝于化火的一些正向 然后出现了热扰心神 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啊 我们就采取啊 苏肝解瘀 苏肝里气 清热 安神 因为这个患者啊 正好是55岁啊 刚过着更年期 所以这个肝气啊 瘀解啊 平时也总是爱生气啊 性格也比较急啊 容易着急上乎 所以我们叫苏肝解瘀 清热安神 具体方药呢 用的是这个 伤寒论的金方啊 柴虎加上龙骨牡蜜汤 来进行加解 这个柴虎加龙骨牡蜜汤呢 这里面啊 有这个柴虎黄芹啊 来清邪热 然后呢 用龙骨牡蜜 来纵振安神 同时呢 我们再加一些 这什么枝子啊 帮助它清热 然后再加一些当归啊 养血安神 一个是啊 解决它啊 入睡困难啊 睡眠比较浅 而且容易醒啊 这个这些问题 如果你有类似情况啊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进行